《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收睇時事一丁 我是李耀基 六四晚會剛剛結束了 我們看到今年六四晚會有很多年輕的一代參與 甚至我們看到差不多有幾個足球場都坐滿了年輕人 這個現象似乎令香港人暫時都可以放鬆一口氣 因為我們看回早幾年 譬如說港大學生會會長陳一樂 在六四前夕發表了他認為屠殺是情有可原的言論 這個似乎都令到公眾對於新一代能否去認識正確歷史 甚至是承傳整個中國民主運動都抱有疑慮 好在今年六四晚會有大批的年輕人參與 亦都令到整個六四晚會變得有年輕和活力的景象 我們又看回跟過往晚會很不同 今年的晚會之後的討論反而是非常豐富的 我們看到公眾除了關注到有年輕一代的參與 亦都碰巧了最近有關於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一個討論 政府當局企圖以學校教育去推行政治洗腦的工作 當中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似乎是很強調就是 我們新一代應該以中國人又或者中國的發展是引以自豪 但剛剛看到相反的一件事 我們看到新一代他們在傳媒接觸的很多資訊 其實都是說有關於中國人權一些負面的情況 特別是近年來很多維權人士不斷受到打壓甚至是拘捕 這個都令到新一代似乎他對於現有政府推行的學校教育方針 都是背道而馳的 他們似乎是有一個抗拒 譬如說最近謝寧潔晶即是教育局常務秘書長 去到左派的學校是講有關於國民教育 謝寧潔晶又提出就是 就是說六四事件又或者維權人士受打壓 似乎在整個中國發展的歷史中可能都是一點沙石 結果引來當時學生的反應 亦都令到學生事後 似乎都對於謝寧潔晶的一番言論是充滿著不滿 我們看到一樣東西就是 似乎官方不斷想在近年的學校教育中滲透著一些說法 他希望令到新一代去接受就是淡忘有關於六四事件 甚至是淡忘現時中國人權狀況的一些問題 但似乎新一代他們很有自己的想法 他們近年來透過網上很多的資訊 甚至是透過他們看報紙看到的東西 似乎他們慢慢都建立了一套他們自己的價值觀 特別是他們認真思考現時中國發展的路向 大批年青人參與六四晚會 高呼即是結束一黨專政 建設民主中國 其實這個正正反映著新一代似乎他們 已經對於六四事件有一個合理的評價 他們認同爭取平反六四其實都是建設民主中國的一部分 亦都是未來中國發展不可滑絕 似乎就是若果政府企圖以學校教育去推行政治洗腦工作 是餘不可及的事情 向你誠意推薦I READ I READ 是甚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 READ 我現在的請教育 推薦 是可以隨時 我接著 我現在的請教育 還可以隨時 我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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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